這個以前可以放棄 陳列在櫃子裡的瓷器 畫樣十分別緻 年代都非常久遠 這些全都是沿城區 中山里里長一名中的收藏 從里長阿公的時代 家裡就在開店做生意 因此也收集了 台灣不同年代的瓷器 這間店是從我們阿公 那個時候是從日記時代的時候 他從路邊攤 他以前我們的婦子 是我們都叫做回家 他們打過來 打下去 賣得真 我的阿公 我的老伯 他這間店開下來 感覺裡面有很多 很有價值的瓷器 說你如果不繼續延續下去 實在很不差 里長也利用這些器具 來熬製古早味的各種茶類 我的仙人 他也對這個豬架 糧水架他都有 所以說我們女兒 他們阿嬤有加到 所以我不是說 在這裡開這間 也先讓我們飲料 可以讓我們吃得更健康 不要現在都用地精 果糖 我們純粹是 以糖 在炒出來 而且我們的糖 炒出來還有加一個糖 在那 87年次的里長女兒 易彩銀專心的調配飲品 從小看著阿嬤親手熬茶 讓易彩銀也學得了一身好功夫 口味受到不少顧客的喜愛 除了古法熬製茶類以外 收炒湯也是他們的招牌 將紅湯炒過之後 加水熬成糖漿 雖然很費工 但同時也讓客人可以喝得很安心 因為我們家的人都很喜歡喝飲料 所以阿嬤會有就是煮飲料 煮紅茶 煮洛神 煮菊花 煮冬瓜的就是習慣 然後我們家的話 可能因為煮久了 阿嬤也都會有自己煮船的配方 就洛神的話 我們就有加另外加 除了洛神外加另外的四種中藥材 然後最後再加酸梅下去調味 把洛神弄得不是一般的洛神花茶 它會有一種你喝起來會回甘 然後有一點香香的 因為我們家的糖 它不會像是外面的果糖 然後我們家手草糖 主要它為什麼會用手草糖的原因 是因為手草糖比外面的果糖來的健康 然後手草糖的話也比較費食 但我們費食的話 有另外一種香味會在裡面 就是會有一點焦焦的糖香 有一種古早味的糖味 臨床考量到現代人注重健康及養生 因此也秉持電力所用的食材 都不添加任何化學原料 婦女聯手打造出自己的招牌 記者林嘉義高雄報導